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洗一番菜 捡个洞 这个应该是鹅驼吧 那么大 这个还有舌尖应该是鹅驼哈 一般吃鸭来可是没舌尖的 这个有舌尖应该是鹅驼 洗一下 抓个牙 这个鹅驼上的毛多了一下 我们给它烧一下 把毛给它去一下 烧过以后这个毛就没得了 阿刚电火了 要得开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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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水下鹅驼 葱姜 料酒 先搓个水 鹅驼捞出来用清水洗干净 准备点卤料先把鹅驼捞一下 葱姜黄芝则碧 香茅草 百甲香叶桂皮干海椒花椒 烧点油 放点白糖炒个汤汤 放点白糖炒个汤汤 要得早上冰泡泡泡下锅头 下入骨料 下入清水 放点生抽 料酒 老抽一点点 放点盐巴好煮味 烤20分钟后再泡20分钟一会儿了 清泡10分钟后捞出来 为了保留生抽我们从下巴破开 锅烧宽油 烤成油烷下额头再烤 烤煮 放入全身煤油 金黄酥脆 腰豆肉去锅 烤了准备有葱姜蒜 干花椒干海椒洋葱 锅里放入豆瓣酱 烤至红油放炒料 炒香的放入萌萄火 放点鸡筋 孜然粉 生抽一点点 放点葱花 要得了 起锅 一份非常下酒的干锅厄头送给大家 来 往外清喽 要得很干 下班先试一下 哇塞 外面的鸡筋 家乡酥脆给你看 鸡筋的额头也就不知道 你不懂了 就叫额头也不知道 这上古书的吧 我去上老口好吃 古书上书的吧 可以 广州朝鲜的石头 九百百一只 所以 点点鱼 我觉得比较螺丝好吃多 这个鱼肉多了吗 螺丝肉多了 哈哈 这个屋里的全卖都下巴了 啊 嗯 那种鱼肉 我想吃鱼肉了 鱼肉确实比鹽子最好吃 是吧 等一个 河头下酒又喝又油 哎 又喝又油的 啥子下酒都又喝又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喽朋友们今天视频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吗 我要宣服浓车行观众我们 五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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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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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